你在做這個麵包很滿意呀 完全看不出一滴麵粉都沒有放進去做的 好柔軟呀 袋袋袋的 在這keep fit 的朋友沒得吃麵包 好痛苦的 今天就要和你分享一款 一点面粉都不用用到的做面包方法 想轻松保持健康 找Lok Isakas 就这样简单 要用到的材料都很简单 一油四分之一杯的Gluten Flour 面筋粉 一杯的燕麦纤维粉 四分之三杯的亚麻纸 Flex Seed 两粒Air Grid鸡蛋 一杯暖水 不辣手为大前提的暖水 大概8克的Instant East 两汤匙油 要用Oli-Fi或者是食油都可以 一茶匙半的Baking Soda 两汤匙代糖 最后就有大概一茶匙的盐 就这样简单 我全程都用这个杯来凉 紧接下来就要做面团 这次我用这架Stand Mixer 这个就要打忌廉或者是蛋霜用的 这个头就要来搅拌食材用的 而这个勾就等待我们要做面团用的 首先就要依你个人的目的 斗上适合的头 炸实安装上的Mixing Bow 接下来就可以去处理Flex Seed 用个mini chopper 将Flex Seed 打成Flex Seed Mill 之后就可以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就是拿一杯不辣收为大前提的暖水 接下来加入酵母Instant East 再搅匀就可以了 材料方面处理完畢了 可以开始做面团了 首先就将所有濕的材料倒入Mixing Bow 例如蛋、油、酵母 然后就可以将所有干料倒入Mixing Bow 接下来就可以开机了 这架Cornel的Stand Mixer不但外观漂亮 而它的马力都非常之超臭 我只开一度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面团 这个时候没什么可以做的 全部工作都交给机器 有个勾就这样搅拌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关机 将一些旁边搅拌的面团 搅拌到中间 这个Spatula都是随机扶送的 接下来可以继续开机 再搅拌三到四分钟就完成了 与此同时扯出一些保鲜纸 然后在上面 搅拌一些油 要来做什么呢 等一会要盖上棉团的表面 以防在发酵的过程中 令到表面太干 抱着好心情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棉团就做好了 做好的棉团就是这样的 让我拿上来给你看看 好可爱 好可爱 脉后放很多 鸡霜 然后再把手霜 放在圆圆大碗上 然后面团 就算可以放上去 然后補上 碰了油的保鲜纸 让它慢慢享有 發酵約三至四小時就可以了 閃閃閃閃三小時就過去了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預熱我的Oven 看一下麵糰發酵到一倍大 原來很漂亮 用這個爛人麵包做法 手不單止不會髒 而且要洗的東西都不多 用對的機器 它就可以幫你搞定一切 再來連烤盤也不用 直接整包東西拿出來 放在已經預熱了十分鐘的焗爐裡面 烤它大概25-30分鐘就可以了 我用的溫度是攝氏190度 在這個位置噴水的目的 就是要令麵包的表皮夠脆 這架40L的Cornel焗爐 還有附送這些東西 這兩個勾就是讓你輕易地在不被辣傷的情況之下 取出一些東西 而這東西是給你做的轉轉烤雞用的 下次示範給你看 說這麼快,25分鐘就過去了 是時候鹽收成品了 哇,單體外觀 你不說人家也不知道原來這粒麵包 是沒有用麵粉做的 在切片給你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之前才放在Cooling Rack 放涼 15分鐘左右 你看,表皮不單是薄薄脆 裡面也是很鬆軟的 切麵包給你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好漂亮,好滿意 跟平時你吃的麵包一模一樣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個麵包吃得比較健康 沒有那麼容易胖 因為它是高纖維兼低碳水化學物 這款沒有防腐劑 以及沒有製其他加工產品的麵包 其實就可以在室溫的情況之下蓋好的話 就可以保留大概是三天左右的 如果你想收藏久一點的話 不是不行的 就這樣,把它切成片 然後包好,放入雪格裡面 每次要吃的時候拿出來蒸熱 又或者用乾鍋煎一煎 又或者用 airfryer 一下就能可吃 有很多低碳的麵包食譜 都會用almond flour 我不用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覺得用almond flour 做出來的麵包口感很實 和很濕 現在我用這個Old Fiber 做出來的麵包包到很乾爽 嗯,一旁 到最後了 又要大大聲地謝謝circus Circus,C-I-R-C-L-E-Z 陆域Circus 就这样简单